大家好 我是嘉優 然後 現在剛剛都會提到宏伴 那因為這間場地在台西 但我還是介紹一下宏伴 我們大概在說 十月明天有些的技術來源很久 宏伴其實是大概2020年 11月中的時候開啟 然後我們鎖定一間 就是把故事物 他提前的一個時間流向 然後我們把他改到 都是一個共同的空間 然後給一些 我們跟工作者的創業團隊 我們家經驗可以其實 不用這樣的空間 那但同時 班公司的改變 同時在推廣 從來推廣社會創新跟 最準再生的行動 好 那這次格魯克的資源 其實是從那時候 他們台中任務新組的前身 是一定自訂組 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 我們原本都以為 就是這麼大也不知 然後他每天多文量就非常大的 那他應該是一個很有規模的團隊 那後來實際間就發現 他整個人就非常之少 然後 那時候 從大概去年八月中的時候 然後就認識他們 然後一直到 做過很多 就是一起在九成年 最後一些事情 比如說像 日穿市集 對 有一些大眾朋友 有參加過去年的兩場 那可以先預告一下 就是今年的兩場 會是在春季和秋季 那春季場 會是在三月十四個熟 兩天的那個週末 那日穿市集 他其實顧名思義 會在日穿的延安禮拜 那剛剛其實有很多朋友 提到日穿 或是整個台中文 那他是台中 歷史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那日穿以前 就比較多新聖船 那在上面的 就是中現在的 中山麗橋 也等到新鮮橋 他其實是 1908年 就是宋觀前提 風聲儀式 那個時候所蓋好的 當時日本 就用最先進的技術 所以他是 全東亞第一座的 乾冰文體褲橋 一直保留到現在 還承載著車水堂 那像你說這種 就是 就成很重要的 文化歷史的遺跡 或是一些 文化的記憶 那但是在 之前的 之前的市府 他比較不重視 這樣子的一個 文化地產保存之下 其實 很多的東西 他慢慢在 在消失 包含 中區這邊的 勞房間 對然後這些地景 然後包含 等一下 都會跟大家談的 就是鐵道軸線 就是在今年底 鐵道 鐵布高架化之後 那 舊的火車站 跟舊的鐵道連線 跟鐵道軸線 中間的一些 宿舍或是堂 那他們就面臨到一個 可能會被開出的病院 所以 就 好 介紹一下文化歷史 附近組合 當初其實 後 也後來才知道原來 其實 葛伍克他原本 在做這樣的一個鐵道軸線的時候 是 抱持一個希望 一個以唱 或是一個 就是關注的 這樣的一個 資訊平台 腳刻在做 然後沒有想到呢 呃 台中就是 真的這種 公民團體的力量 其實還是比較不弱 所以 到後來發現不行 就沒有人做 所以他就只好一頭 宅下來 就宅下來才做這樣 然後大家比較小看 就是他會是不行組合的 本資量跟整個社區經營的熱度 那 葛伍克琪現在還是一個 欸 好像是一個媽媽的介紹 那樣 就是 就是一個 還是一個學生這樣 然後 我覺得等一下大家就是 在 在聽完整 鐵道軸線的 概念 跟 接下來的一些挑戰 跟行動之後 就真的很希望 就是有人能夠 直接 一起來 加入這個 就是 不論是搶奏 或是一個行動的團隊 對 因為其實現在 呃 在做這樣的議題的 的 組織的團隊 的人力 其實還是相對 比較缺乏一點 然後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計畫 就 呃 他不只是建設到台 呃 台鐵 因為我們其實等一下要談的 鐵道軸線的計畫 我們希望他 保留下來之後 是可以跟當地 包含 救生區的一些文化 然後 這邊的一些 呃 一些比較做事 或社會公益相關的團體 比如說像 呃 東亞的一個文化 就是這邊的老人的議題 然後 這邊的一些社群的議題 等等 然後一些生態 包括 遺傳議題 是可以整個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 在這麼一個規模龐大的計畫之下 就 非常需要 其實各個 各個關注 然後各個 跨領域的人 可以一起來 一起來看一下 好 那 那 放獨 就 那這下就請 跟我們來介紹 這幾個計畫的 背景 然後跟我們下一場做事 嗯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或 但這應該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做成這樣 比較自由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其實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就是徵召人去南下 去高雄 這個景象 那這半邊 就是大概在去年年底左右 的一張照片 所做的 就是合成 就連接著過去跟未來的車站 那其實這個車站的一個意象啊 以前有很多這樣拱形的意象 在過去的一些照片的 可能大家有看過 就是包含說 在一起的整個建築 其實就是拱形 然後還有這種創作 但這種意象 慢慢的 我肯定看不見了 好 那其實台中 是一個劍王之的 還有思想的 文語 創造的集散地 包含說 為什麼會叫做 文化成人的這些故事 其實就是因為過去的這些 所以我們要找回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找回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先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其實這個灰炸 他們的一個意象 其實是正常的計畫的一個勇氣 這一個想法 當時就在想說 那這個鐵橋啊 包含這些東西 如果火車就不會走 那它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因為其實這個灰炸 我剛 尤其是在台中 那一個它算是 台中人的一個故鄉旋關 然後記憶 而且這樣連續鐵橋的景觀 是只有台中車站 有的一個特殊的地景 那這個等一下會稍微介紹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殊的地景 那等一下會稍微 就是等一下的奧賴是 我們會講到的 關於高架的一些危機 它同時也是一個奇蹟 只是說 我們看要怎麼去改變這樣的一個危機 那再來就講到這個計畫的一些內容和想法 那大人可以來提出一些回饋 那其實它同時也可以連接這些 舊城的一些點 因為其實台中舊市區有很多很美好的點 但它都是很靈散很奮的 那剛好可以透過這個走線 把它全部結回來 那台北已經正在檢討 當時的市民大道 並沒有保留下來做這個走線 他們現在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台中有這樣的機會 可是好像現在還不知道 都會這麼做 那同時它也是一個台中城市的一個 起源的一個地方 那它很適合直接透過它來介紹台中 那再來是看一下說 國外有怎麼樣的範例 也是這樣的舊鐵道 也是舊市區怎麼中心再生 怎麼再搬轉 那台中可以有怎麼樣的一個 要想像的未來的景點 那這就是在高架 那它撇到台中弄的那個回洽樓堂 還是幫我把電腦拿高一點好了 因為它可能感應器比較弱 謝謝 都等一下畫面好 因為它好像跑到別的地方 所以感應不到 謝謝 那其實為什麼會叫回洽樓康 它就是在那個地方的文獻上面 有記載著一個口述的一個例子 在中區跟西區都有記載 但是它的記載的名稱 一個是叫做空 一個叫做空 那會有這樣的出路是因為它只原字是台語 那台語接下來就會有些不同的出路 那如果要解釋的話 空就可以說是行駛於上面的火車 叫做空 那人車走的地方叫做空 那上面見證了說 從過去的機關車到現在的電車 下面是從馬車流的到現在的汽車 那這就是回家的卡 那這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到的 那這些東西未來的可能都會真的被剩掉 就是取了賴子們是上面這條天位 還是我給過去那一條 還是我給過去那一條 那 那 就是其實 這是新的車站未來會的樣子 會有的樣子 就是左邊是新的車站 左邊是新的車站 然後右邊是舊的站體 那它其實只有後車站的本體跟後車站 還有第一院台是有文化資產的身份 意思是說它是不會被隨便採除的 但是其他的東西例如 或者遭殘戶鐵軌等等 都是不確定的 包含說一些倉庫等等 那車站之所以是車站 是因為它有這些東西的連結 它有這樣的意義 如果說未來只是一個車站 空空的在這裡吃 它就是會形成另外一個文字館 或是一個抽調聯合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想像是說 那可不可以把這些鐵道圈區把它 拿進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因為其實現在比較針對這個地方 比較多的規劃 可是對 舊的這個圈區 其實沒有一個透明的資料 能夠讓我們知道 它到底會怎麼做 那也沒有讓我們實受能夠去參與它 那雖然這個鐵道 這個整個廣場開講好像很不錯 很大很壯觀沒錯 可是其實這裡土地震收益 也是有一些問題的 就是我們其實實際看到 可能未來不會是這樣的景象 它可能是有一棟大樓 就是飯店等等 或者是說 你寫來這裡你承受的問題 如果沒有做好 不會看到這樣的方便 所以它一定不會長這樣子 那這是在102年1月4號的一個 就是它的都市計畫的一個圖 那這裡 原本就是它這裡會做成一個車站的廣場 那當時其實這個震收益有一點問題 是說它把民宅變廣場 可是卻把台鐵的用地變成商業區 那造成當地區你就會覺得說 那應該是要把他們自己的變成一個廣場 而把怎麼會把民眾的變廣場 他們繼續賺錢這樣的規劃 所以後來也有幾次說要變更 然後包含說前面又增加一個公園等等 那其實這個公園的規劃其實有一點問題是 其實周邊有很多更適合作為公園的地 那怎麼會把這裡變成公園 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裡是有存在一些很多的問題 那也都沒有針對這個環境去做一個考量 包含說這裡甚至一些計畫道路等等 現在有達成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如何把這些東西全部把它包在一起 弄個走線去想像它 那其實這個走線它可以同時串連的說 像是帝國堂牆這裡有騙舞 那它其實這個舞也是一個很心酸的故事 它其實是球紅舞的第一代 就是一樣的形成的原因 可是球紅舞卻得到了形成 在這裡卻放成這樣一個舞 那包含說它也連結到中區再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它可以帶動這整個區域 有一個更好的帶狀的發展 能夠讓人潮能夠這樣子串連 包含說這樣可以形成一個 特殊的都市景觀 甚至是一個國地的都市景觀 那剛好核心就是EX都車站 那還有現在的酒廠 現在是一個文創園區域 那包含刑戶所 就是已經看到那個 就是那邊他們現在有一些規劃是希望能夠保留整個街貨 那都是日式的宿舍 那近期有一些吊臉 是會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截取的 那這個老松鼎站 其實是或許反而是最有的站 所以其實它可以把這些原本的點全部負站起來 之後就可以變成一個這樣的觀光列車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想像 因為或許 或許是不適合觀光列車的 而反而是比較適合進行站務的 那我們從這個 這個這裡同一道 還有我們在這裡同一道 這裡是明泉路的那個台中回廠坑 那這裡還有我們深入這裡同一道 就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一個地景的變化 前面是律船 台中車站第一月台 然後還有高架的地方 它未來的出路是在這裡 然後上去到這裡的回道 然後這邊後面是二艘倉庫 還有後面的一區的宿舍區 那其實當時 車站是刻意建造的一個地形 所以這裡的地形 其實它跟其他地方是有高低差的 那宿舍區的四季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形 其實跟當時的 綠船跟縱觀線的規劃是有關係的 那這是在台中路段 那剛好這就是會掐到他們的地方 它其實可以適合做成一個 呃 城市直門的一個概念 因為其實台中並沒有留下了 完整的城門 那這是在綠船的那一段 因為剛好鐵路有綠船地形 在深入那個地方 它其實可以創造成一個很有趣的空間 甚至是一個觀光的一個宿舍 那其實這裡也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商店空間 它可以跟商業結合 它也可以變成 呃 就是同時可以有開發 但是又有同時的保守 其實可以做得到 只是說我們都比較是想到表邊的東西 覺得說它可能是一個城市的主牌 就直接打產主牌 那可能未來再會後門說 它其實可以怎麼做 那其實我現在就可以做這些事情了 那剛好台中就是 這幾個城市所組成的那些移區的地方 在台中的車站這個附近 那這是民生路鐵橋 那當時在去年的時候 就是跟中區再生基地 還有京都的學者剛好有一個研討會 那就帶京都的學者逛了這個舊市區 那他們有提供一些想法 剛好跟我們這個綠工鐵道的計畫 是不謀而合的 這個是日本的景觀學家 京都的景觀學家 他所提的一個概念 是把它變成一個城市之門 可以變成一個觀景台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同時就可以保留 城市的一些 對過去的記憶 那他就做了一個合成圖 這是民生圖的地方 那其實看成這樣 過去綠川的確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景觀 那剛好可以跟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前後 或許可以變成這樣 那串田 像是說其實舊城有很多的點 像是中央書局啊 綠川啊 車子啊 或者是說行物場啊 這些地方 就可以透過這個走線 把它串成說 你剛才講的那幾個點 那同時 就是這個鐵道園區 它就包含了 這個二燒茶戶 後面的這個宿舍 這是在審議前的時候 被採除當天早上 挖採一個動作 撈跑的 那是台中站最後的 支持宿舍的地方 那這邊的宿舍 其實它也是有些故事 那它之所以會重要是因為 它其實算在整個鐵道園區的光圍 它每個地方都不同的記憶和歷史 讓這個園區能夠分紅 那所以是當時的訴求 是希望說 我們還財 我們先決定要怎麼樣 我們再去做 說哪個東西是適合留 哪個不適合留 而不是說全部都一味的保留 沒有做任何改變 而是可以做同性的變化 那所以後來就把它整理解說 鐵道軸線周邊 有什麼樣的有趣的趣味 像是航廠這裡有五分車鐵位 到後車站 後車站是一級的中台 其實五分車鐵位 它還部分的處在是埋在破留底下 如果有機會經過的話 它可以看到它是有強的一個路面 包含這個興趣挺長的地方 的大門都還在 那這個地方過去都是 台中中部一些 過去有在 例如像是 霧峰阿或是南投等等 都有些那種產品 其實都是運送到這裡 尤其是當時 香蕉石站 最大眾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香蕉石 這樣名稱 平舊棋棋棋棋棋棋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有了文青果組合 灰色阿等等 或者說剛好這裡 我們青果同一大人 就是都是原自這些故事 其實都可以看到一些記憶在這裡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它就全部都要回歸到1900年代的時候 台中做的一個獨視計畫 當時是叫做市區改正 那這個市區改正這個獨視計畫被認為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獨視計畫 我們可以看到說過去中區 這裡是玉川原本的一個樣貌 它其實是很多條河川漫流的一個區域 它是一個不適合興建開發 或是農耕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常常會沿水 而且就地勢比較低 那後來 當時日本人看到說台中有很多的環山圍繞 環山圍繞啊 然後還有河川的資源 它覺得很像景度 所以從此之後 有了景度的投射在做這些建設 包含說其他市的規劃 那這個是玉川 這邊是排名金店前的一個頻道的位置 那台中車站的預定地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上面的點 其實就是清代還帶的東西 包含車站旁邊 這也是魚館期公館 也就是現在的新時代公路中心 以前是當時的一個灣園住的地方 那它的震動現在就放在現在的台中公園 那當時做的漆盤規劃其實最有在爭論說 到底要用什麼的規劃 中原的漆盤的介紹主要是有其的原因 是例如像說日照的問題 還有管線前置等等 培植 還有環境衛生 這是當時的一個 就是台灣 台中市的一個藥物 然後就可以發現說它是一個盆地 那中間有很多的河川 只是在清代到日本時代初期規劃的一個神聖的位置 可以發現有很多的河川 那鐵道的時候我先看就有這幾個意義 剛剛講到說是現代化的都市計畫 然後另外是說鐵道 鐵道是在台中間 會待在公園的土地 那還有騎板式的街道 兩個一個都市設計 那還有縱貫線同車 四代同車就居行的 那再來是第二代車站 在2017年就要賣五百週年 那今年的鐵道 高架同車 它其實就向著說 再次同車 高架再次同車 這是初期的地圖 就是剛剛沒用 可以發現 池綠船有初步的結彎曲 它其實是經過很多情的工程 慢慢結彎曲彎的 這就是綠川以前的樣子 那這是第一代車站 大概是1905年的時候 那後來縱貫線同車 1908年就在北中公園上去行 當時蓋的這個湖姓林 就是為了皇室的休息 等等的地方 那之後 1907年的時候 北中車站就蓋了現在這個樣子 那會發現它現在是退層的 那之後 但是這個時候是對稱 可是後來其實有加改的總變 戰後左右有加改的 那這是後來慢慢就變成現在綠川 這裡還沒結完群 這是結完群之後的樣子 那其實消調可以講 就是在酒場的那個角度 折合坐接附近 那當時 當時縱貫線在興建的時候 他們就為了讓 就是地形 就是車站墊高之後 它是最貴的落差 那他們同時也是要減少這裡交通的阻礙 所以就做了這樣子的高架填橋 所以台中連續的高架填橋 同時也是避免說底下交通的阻礙 它可以說是台中的第一代高架的鐵道 那這個走追未來就可能會整個全部殘掉 我們要做的一如商場或是停車場等等 那如果說我們想像 它其實一樣可以做成商場 但是上面是人可以行走的 或是說我們可以在上面騎腳踏車 或甚至於觀光列車 我們一下子台中車站 就可以沿著這整個 可以散步每個地方 它是或許可以吸引任何的人 來到這個舊市區 它甚至一待就可以待兩天 去玩剛才練習的這些景點 如果我們未來把它全部拆除 變成一個快速棒 但如果我們把人車快速通過 那或許它就會像台北現在的市民大道 它就是一個車子快速通過流下廢氣的地方 反而人不會在這裡流 例如像是現在的中港路 其實都是車子快速通過的地方 我們不會在那裡特別的停留 所以我們然後均實可以說 這樣的東西是我們想要的 那如果說或是蓋大人的話 其實中區過去也是很 板凍也是蓋大人前來的地方 那會不會有一點 又像中區一樣 整個全部掉下來 所以我們也是要思考說 怎麼同時可以讓那樣的東西並存 但是又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能難道了 好 我看一下畫面 那這個也是台中灰牆五湯 就是從林泉路等那個綠船那裡 過去所留下的那個明信片 那其實會發現說以前 所以留下上的明信片在講 它就已經是一個地方 明信它一個重要的記憶 那這個也是未來不知道會怎麼樣 它其實很有趣的是 它是未在過去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交通要道的一個交界 這是明深度 明深度其實它的構建 跟原本其實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它的那個板剛的位置 是沒有改變的 這是從上面 往酒廠的一個方向 也發現說它上面還是真的 那其實鐵道這個開通 它同時是創造了 這裡故事的開始 整個中區故事的開始 這是中正路的陰牆 其實這個陰牆還在 我們現在雖然看不到 上面沒有東西 好像是到路透盤的時候 把它拆除然後包含下桿 那這個陰牆其實現在還在地底下 橋墩也都還在 或許我們未來就可以把它 繪布成這樣的一個樣子 那這是剛才講到 中山陰牆 新聖陰牆的部分 那剛才講到後車站的那個 就是農產品的一個脈絡 這個在鐵道宿舍裡面 也有留下來一些文獻室 能夠佐證當時的一個故事 這是當時有把水果 運輸到北海道的橋墜 包含明信片 甚至也都有這些蔬果運輸 還有香蕉檢查站 現在的香蕉室 現在香蕉室 其實大概是在新湖宮附近 在後車站新湖宮那一點點 那剛好留下來的這個文青國組合會 設定當時 就是把一級二級 最高級的香蕉 運去日本的一個會社 那這宿舍其實它也保留一些 過去的一個工法 和過去其實車站 有很多的木材上行 在車站附近 但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已經找不到這些線路 那這些東西 其實都有記錄在這個上面 都有寫每一個上行 自來自哪裡 在這木材都寫 那這個車 其實車站啊 過去是有很多的宿舍群 包含說現在的金沙百貨 就是未來會變害研究店 這個區塊 它以前也是鐵路宿舍 那還有後車站 現在所僅存的那個對面 也是鐵路宿舍 那還有前站 那旁邊最大群台全台灣最具規模 甚至更甚彰化鐵道宿舍 這區 在前幾年就被拆除 那包含裡面有造代所 或是等等的一些設施 那現在唯一僅存的 就只有 就是剛才照片看到的 這是鐵路宿舍 包含裡面有 在民國三十八年的時候 所留下的這些文獻 那剛才講到說 這一排 是鐵路宿舍對面 就是齊邦遠老師過去 也是住在這個地方 那他其實也有提到說 他過去在台中的這段日子 是他最黃金的時刻 他的黃金時刻 也是他覺得 他的印象最深刻的幾年 台中其實是我和孩子們 擁有童年回憶的故鄉 我自己的童年幾乎沒有可控制 住記憶的美好之地 其實後車站 除了這位 齊邦遠的文學家以外 他包含說 第一攝、師攝 在日本時代 三大師攝之一的日子 師攝也是在那個活動的場域 那還有像是說 莊垂聖 他是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像是在台中州的書館 他是館長 那他過去是住在很長的宿舍 所以其實後車站只是一個很多文學脈絡的地方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這個狗線找到一個線索 如果我們單看鐵軌 他就只是一個鐵軌 如果我們單看這個鐵橋 他就只是一個鐵橋 如果我們單看車站 他就是一個車站 單看宿舍就是一個宿舍 可是如果我們連在一起看 他就是台中的故事 所以呢 我們要把他找回來 這是一個最主要一開始的一個信念 那國外其實像是最有名的例子 一開始就 那時候主要宣傳是以海南去宣傳 因為海南他算是最成功公司 也是比較能夠 不需要想像就可以看到的樣子 那當然如果我們想要在台中實現 一定要融合一些在地的東西 或者說現實的考量 並如我們可以投入適當的商業化 還有適當的保留 而不一定要說全部的保留 而能夠讓你有一個緩衝 然後或者是一個創造一個 更有特色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如果只是拷貝海南 那就只會被認為是海南第二 而我們是要稱為 是台中是第一而不是第二 那海南的原型 其實它是原始法國的一個 也是被記憶到的一個改造 那這是海南還沒有改造前的一些照片 它是改造公司照片 那當時其實這個海南 他們當時會推整 就是有兩個年輕人 一開始是參與了一個公共論壇 那他們當時也在想說 他們的起點也是覺得 那這是一個記憶 那我們去保存它 但他們又發現好像很多人 包含在地區 所以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城市的阻礙 所以當時他們也覺得說 怕提起這個東西 是被人家弄起一個很可笑的東西 那包含他們後來也參加了那個 就是公民的論壇等等 那他們也被當地人說 我都住在這裡五十幾年了 我看它就是像這樣一個廢棄的東西 怎麼可能有什麼改變 留下它只會造成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也是一個有衝突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地方它是位在一個工業區 它這個填道是連結很多廢棄的大土 那它後來未來這個填道 重生之後 其實它把它創造這個地價的上漲 是更甚 是更甚其他地區的 所以它不只是說創造 不是要純粹保留這件事情 而是它可以從創造的發展 那如果說我們用一個比較 宏觀去看幾個鐵道 鐵道首先是位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我們再看更廣一點 這些河川 綠川、柳川、梅川 那或是麻原、桃西、函體 那還有綠原道 草物道這邊 那這邊是到我們 我們中盛東原的這個綠原道 那還有後面的這個東方綠原道 還有中興大園這邊 它其實台中是一個 由綠原道所組成的一個城市 只是中間這些沒有很好的連繫 那如果未來我們可以這樣把它連起來 那把鐵道也連起來 那這些水也連起來 其實這邊就是一個很適合生活 散步的一個地方 而且這就是台中的特色 如果我們以現實考量 其實我們短期 可能捷運等等 固定能夠有個完善的 但如果說我們能夠創造不同的特色 來去代場的話 其實它可能是會更盛其他城市的一個地方 那這是過去的一個照片 所以我們要讓台中重返世界的人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我們就站起來 然後同時看一下說 先前的工作坊的一些東西 可以帶大家到來 這樣 大家剛剛剛剛跟我們說一下 有一些印象 有一些印象 就是這樣子我們分了 自己就比較多 對 我們上次分了六個補典 然後同時 就是組織不同的一些補典 對 對 對